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两位朋友把他扶进屋放到床上 一位在旁边守着另外一位倒了水到窗下去洗脚了 纯玉芬睡着睡着突然看到从外面来了两个穿着官服的人 说纯玉芬跟我们走吧 我们国王要见你 啊 国王 哪一国国王啊 大淮安国国王 纯玉芬跟这两个人走出了门 没想到就走进了门外的槐树洞里面 走着走着 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宫殿 走进宫殿往上一看 上面端坐着一位国王 国王说 纯玉芬 我听说你这人挺不错的 我觉得要把二女儿许配给你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嗯 纯玉芬想 嘿嘿嘿 洞房花烛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 而且还是跟公主 当然愿意了 于是他就娶了公主 过了三年 公主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可是纯玉芬开始觉得无聊了 没事做呀 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公主 公主告诉了国王 国王便任命他去南科郡当太守 纯玉芬到了南科郡之后 尽心尽职 做得非常好 国王还常常降职表扬他 就这样 过了三十年 公主帮他生了五男二女 孩子一天一天在长大了 可是 公主在这个时候病逝了 而且大淮安国也遭到了外敌入侵 于是纯玉芬率兵 出征 可没想到 打了败仗 国王说 你打了败仗 还损伤了我这么多的架势 没办法 免去你官职 贬官为名 你回去吧 于是 还是原本那两个人带着纯玉芬回家 一回到家 纯玉芬睁开眼睛 一看 窗外太阳还没下山呢 窗下边 洗脚的朋友还在洗脚 这难道是一场梦啊 他便把这故事告诉了两位朋友 他们也觉得非常的surprise 于是他们出门 看了槐树 果然有一个槐树洞 里边有一个蚂蚁窝 上面有许多的凸起 就好像宫殿一样 在网上一看 有一个树枝 纯玉芬想 诶 磕不就是树枝吗 原来我在这个树枝上当了三十年的太守啊 哎呀 这三十年的时间就如同一场梦一样 转瞬即逝 于是南科一梦 变成了一条成语 逼于空翻喜或大梦 一场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树